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情里一定是无往不胜,而男人也会越来越爱她 但事实上,这样的女人也免不了在感情里处于被动的地位 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条件足以吸引男人的主动追求 但并不能让男人越来越爱她 反而男人在得到以后,对女人的爱也会越来越少 附加值会让一个人在感情里变得有价值 也会更有底气 但若是忽略了人性规律 以为靠这些价值就可以拿捏住一个男人 多半是要吃亏的 一个人若是不懂人心,看不透人性 就很容易被他人利用 你以为对方看上的是你这个人 实际上,对方看上的是你身上的附加值 一旦得到了,你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有些女性朋友问我,为什么一开始很爱她的男人 变得忽冷忽热,甚至动不动就嫌弃她 其实就是男人越来越不爱了 因为她高估了自己的价值,低估了人性 以为男人可以为了她改变自己的人性规律 女人可以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为了男人改变原本的自己,成为男人想要的女人 但男人不会,对女人来说,爱情可以是人生的全部 但对男人来说,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境遇 没有顶多遗憾,有也不过是锦上添花 男人之所以这样想,不是不爱 而是懂得只有遵循人性规律 才能避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也是为什么男人能够让女人越来越爱自己的原因 反过来,若是女人能够做到遵循人性规律去爱一个男人 男人自然就会越来越爱女人 这一点适用于任何人,不分男女 一,自私是人的基本属性 每当说到自私这个词 我们都会对当事人投去鄙视的眼神 言语中免不了批判 不可否认,一味的自私不可取 人若是一味的自私,就会失去原则和底线 但其实自私是人的基本属性 是与生俱来的 只是有些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会由于过于善良而被情绪牵制 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做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 但在一般的观念里 我们很多人认为自私是可耻的 只有品质恶劣的人才会自私 若想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好人 理应更多地为他人着想 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爱 这样的思想在很多女人的脑海里 是根深蒂固的 她们擅长共情他人 但却总是在潜意识里忽略自己的需求 甚至认为他人的需求就是自己的需求 而自己只有迎合和讨好对方 才能感受到幸福 然而这样的想法 注定了女人将自己的人生交由他人来掌控 任由他人爱或者不爱 看似是为了爱不惜付出一切 理应得到对方的珍惜 但是这无疑是放弃自己 不爱自己的表现 而男人往往会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 女人不自私的行为 在男人眼里是爱 但是是自己的魅力吸引而来的爱 是女人为了得到自己 主动付出的爱 所以男人更多的是得意忘形 而不是感恩 但若是一个女人在爱情里 选择自私多一点 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先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感受 男人就会觉得还没有完全征服你 对你就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付出的越多就越是害怕失去 就会投入的更多 所以女人再爱一个男人 都不能丢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属性 面对自私 只有保持住自己的私心 才能少爱男人一点 爱自己多一点 才能保持住自己的魅力 二 人都有目强情节 不分男女 女人都喜欢自己的男人比自己强 无论是身高 还是经济实力 女人普遍喜欢能够让自己佩服的男人 在女人的潜意识里 能够让自己仰慕的男人 才能让自己产生安全感 但他们不知道 其实男人对女人也有目强情节 只是男人不会轻易地表现出来 否则有损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 很多女人不懂男人真正的需求 以为男人都喜欢被女人依赖和仰慕 所以在心爱的男人面前 女人都会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 试图让男人明白自己 不能没有对方 以此来告诉男人自己有多爱他 不得不承认 女人这样做的确可以满足男人的征服欲 却无法让男人越来越爱 因为男人本质上跟女人一样 都是目强的 女人的示弱看似满足了男人的情感需求 实际上会在无形中弱化自己 在男人心目中的价值 男人需要的长久伴侣 一定是可以让他的人生锦上添花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一定有自身的价值 这种价值是可以让男人依赖的 可以让男人产生安全感的 只有这样的女人 才能让男人心甘情愿地维持一段长久的关系 不得不承认 情绪价值也是一种价值 但是这种价值是短暂的 而且多变 只有全方位的价值 才能让男人对你产生木墙心理 你要懂他 才能拿捏住他的心理 更要有自己的价值观 思想和独立的能力 能够在自己的世界 过得不错 所谓门刀户队 指的更多的是 各自都有自己的强大之处 才能强强联合 关系 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 要知道 长久的爱情绝不会是扶贫式的关系 男人再强大 都有脆弱之事 而男人之所以想要变得强大 正是害怕内心的脆弱 所以本质上男人也是木墙的 说到底 真正能够征服男人的女人 一定有让男人佩服的强大之处 所以若想让男人越来越爱你 你要做的不是一味地迎合和讨好他 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 在思想和经济上有独立能力 有能力给别人带去幸福的人 三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当我们对一件事 或者一个物品产生兴趣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要是能够得到它就好了 同样的 在感情里也不例外 当我们对一个人产生心动的情愫 就会想要得到对方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够回应自己的心动 事实上 得到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 要知道 男人对一个女人付出的动力 就是为了得到 而不是爱 真正的爱 是只考虑对方的感受 只要对方开心就够了 但很多女人认为 男人想要得到自己 就是爱 所以面对男人的付出 女人总是很容易就感动 并且深信 男人是爱她才如此 殊不知 男人往往在得到以后 就会降低付出的意向 面对女人的不满 男人不是说自己忙 就是说女人作 其实就是得到的 女人在男人心目中 不再像从前那般高不可攀了 从从前的高贵 变成也不过如此 一旦男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对女人就会越来越忽视 但很多女人却认为 男人得到了更应该好好珍惜 更应该对自己好 不得不承认 女人的想法是符合道德的 但是却违背了人性的阴暗 人性的阴暗面 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 只有顺应它 才能利用它来拿捏住男人的心 让男人跟着你的节奏走 所以在面对男人的追求时 你要坚持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不要轻易就让男人得到 抓住男人得不到的 才是最好的心理 来引导男人对你付出 男人付出的越多 就越是难以割舍 有人说爱情是纯粹的 将爱情脱离于现实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主观 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说法 只能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要知道 爱情的主角只要是人 就脱离不了人性的规律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粹的人 也就不会有纯粹的爱情 所谓的真爱 一定是抓住了人性规律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错过 让男人越来越爱的女人 往往有上述这些共性 不是爱得不够纯粹 而是更懂得如何正确地去爱 而面对爱情 只有懂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盲目的付出或许很感人 但到头来多半只感动了自己 而懂得如何去爱的人 才能抓住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